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4日的Lokin故事分析 我是Lokin 9月份的每月会员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今次有比于以前 因为这次的文章举行的时间是星期日的夜晚 而不是平日的夜晚 所以参加的话就要留意一下 更多详情和报名方法 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栏的网址参考 开始今集的节目综合底部份市场分析 首先是导致 过去一个星期美股延续之前的升势 星期三借着美国CPI稍微回落到8.5% 市场预期联储局的加息步伐率会放缓而升 星期四、五就因为被动基金入市而再买上去 大家的NPF也是被动基金的其中一种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觉 现在很多参与美股的人 由之前跌穿3万点的时候很悲观 很短时间内就变得很亢奋 而这个就是熊市一期常见的特征 因为会觉得是牛市美元 或者是会令人产生对未来 是创新高的预期想法 等于2018年的港股 红一下跌后的反弹 一元有人觉得是2020年的创新高 其实只是一个红一反弹 下个星期的美股的淡仓 可能会更加难捱 原因是你有可能会见到 美股持续在高位不下跌 更多的三四线会抽升 令你心理极度不平衡 甚至乎想反手买 第二个是NASDAQ 下个星期用12,698作为反弹见顶确认 要用周线图跌穿才能够确认 不过距离要跌穿大约还有4天的时间 第三个是S&P500 同样在星期四、五是一个被动基金入市 三大指数我会特别留意着S&P500 如果跌穿了4,200收市 就可以偷步试美股见顶的信号 第四个是上证指数 上个星期提到升穿3,231至3,262 会再向上3,294至3,320 谁知在3,294前就已经有压力 星期五再有内地银行出现无办法提款的情况 由河南下游至深圳 作为今日大湾区区内城市的香港 最好要有提防的心理和行动的准备 不过值得提的是中国最新公布的M2 按年增加12% 内地市场资金短缺 但M2增加 钱到得流入到哪里呢? 是银行提防金融风险而留住? 是内房债问题而锁上了资金? 还是钱去了不应该去的地方? 这个系统风险我认为是需要提防和注视的 而在股市上 下星期再向上动力会减弱 上方3,284至3,320会继续是一个阻力 向下就是3,210 第五个是港股行指 上星期只跌穿19,995至20,50后 是会再下试19,080至19,300 最后还未到就出现两支小针底的反弹 港股重上20,000后又开始有人说 港股二建底 现在是一个伤底 不过我的看法是该向下做底时而不做 反而出现反弹 其实绝对不是好事 星期五收市后多间的中国公司 宣布从美股退市的安排 虽然这些公司在美股的股数不是太多 不过重点在于中概股退市 是会越来越多的情况 而退市后产生的基金拆仓的连锁效应 今天市场并未曾有反应到 如果是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星期一港股开市向下跌穿19,995至20,50 这种走势对今年后市来说还是好 能够做一些跌至19,080至19,300足底 当然如果是这个剧本走法 不怕会稍有跌穿19,000 之后港股或者会有消息 可以令到港股在8月完成做底 不过如果是黑心的剧本 就会是下星期先升上去 甚至乎做積月的新高 完成之后再穿底 这样的话港股指数的点数上 可能不需要跌2-3千点 也可以做到很多个股跌很多 令很多人重伤 综合第二部分今周我们的部署分享 这周的好胆分界是20,80 Plan A就是一个体股策略 向上目标位分别是20,305和20,392 指示位定位是20,30 若过星期一9.30分后任何时间 以15分钟的音速跌穿20,80之下收 就可以周围Plan B的向下追沽 目标位分别是19,960和19,779 指示位定位是20,120 9月份的会员有兴趣参加的话 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栏网上报名 CLSS 投资涉及风险 投资者应该衡量个人的风险 承扎能力消除出任何买卖决定 节目最后部分 会有完整免责声明提供参考 我是Loken,下个星期再见